尤其随着全球的疫苗施打率提升 还有主要国家扩大了基础建设下 全球的经济复苏脚步渐渐加速 但不止钢架跟铜架这些贵金属价格飙涨 还有因为货柜塞港缺柜甚至极端气候因素的影响之下 粮食的价格也纷纷走高 从数字上来看 这一后原物料价格的变化 在农作物的部分 黄豆小麦跟玉米的国际价格年增率 画面上您看到在4月份都纷纷创下了年度新高 虽然之后有稍稍的走跌 但玉米跟小麦的部分 6月份又出现了反弹 而这一波涨价也已经反映在各行各业上 像是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当中的原物料价格 也在4月跟5月份来到了90.1%还有90.4% 而今年盾售物价指数的涨跌 预估可能会涨破8% 这可是创下了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涨幅 在过去我们习惯称为台湾的五缺 叫做缺水缺电缺地缺材跟缺工 但现在后营群时代台湾正面临着新五缺 也就是缺料缺柜缺片缺工还有缺疫苗 其中缺料逼得全球部分产业的大涨价年代正式到来 而且其中包含了纸浆跟钢铁纷纷创下历史性高 这一波原物料的涨幅到底有多疯狂 这一场缺料大革命又是如何带领着这些古老的产业飞上云端呢 这一次台湾新思路团队特别前进南部 有两家知名的原物料业者 一缸一柔带领一毯究竟 五月的高雄桥头老早就进入了库下 这一天我们在前往全台最大的烤锡钢厂叶辉的路上 沿途炙热的太阳高挂天空 也晒得本是冰冷的钢铁市场破烫通红 这是热压钢卷路线靠旗的一个上游原料 现在这些原料在市场上是什么 是摩基钢架在大厂 这个厂一天就出了六千多 六千多吨随时几台 超过六千吨的路线钢卷供不应求 每一天都得出动两百台拖板车排队音音 几个月来这样的场景司空尽惯 但在过去没人想得到 又冷又重的钢铁竟然会飞上了天 成了黄金 刚刚走过四十两年 没看过重床 连2008年之前 那次用海销前的风渐相关 我们亦记带很热 稍微持续到多久 所以目前还很快 之前我是看到第三季 但是现在 就是说热压在成交九月份的价格 都超过一千的 一定是九百块以上 所以将来钢铁还是会涨的 所以可能年底 其实打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不到一年 全球钢铁上游产品热压钢架已经涨不一倍 美国价格甚至创下历史新高 世界钢铁协会公布预测钢铁需求到明年 还会再增长2.7% 也让业会营收不到12个月就创下三次历史新高 至于推升这波疯狂钢铁盛事的关键 有两个 一个是疫情 一个则是中国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高鲁减产 这样锁国封城 货都送不出去 根据世界钢铁组织 他们去年统计 总共72只高鲁被关掉 这影响的产能是1.32亿吨 大陆因为它空气污染的问题 现产 全世界大概18.8亿左右 大陆大概就9.9亿 将于10亿的 要努力去降低碳排放 然后让我自己的碳关税的税率降低 原来碳才是当中最主要的关键字 简单来说 疫情让各国钢厂停摆 而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同时也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 实施减碳政策 夏令钢铁减产和抑制出口 8月的最新消息 他们打算加收钢品出口关税 10%到25% 于是当全球产业掀起减碳海啸 造就市场功不应求 等逢宣告 高钢价时代正式来临 世界操作就这样 一定要去减碳 所以这时候也刚好是算转型 你要去生产 比较算合乎环保的钢材 2023年欧盟他有提出来 开始要征收碳关税 所以这个也是蛮大的冲击 现在大概两个趋势 一个趋势比较单纯的 已经很成熟的 就是电炉 来 准备啊 那这条彩线是我们光磁彩生产的烤漆线 那光磁彩是我们针对太阳能支架 所研发出来最特殊的一个烤漆材料 世上大葱2020年 叶辉就进军太阳能产业 开发出寿命超过20年的太阳能支架 这家43年的老牌钢铁厂 搭着壮价潮乘势转型 布局绿能产业 同样的这场缺料大革命 也影响下面这个产业 随着产业道路越开越小 我们在高雄九曲堂 一家超过70年历史 全台湾最悠久的文化造纸厂 花指 在那这个将近四层楼高的厂房 周围堆叠的白色方块 一颗就超过200公斤 远从花铃而来 正排队一匹匹送上诉讼弹 这道过程叫散浆 是所有的纸类必经的第一关 速度快到几乎看不到纸张流动 碰好的酱料在时速60公里的纸机上进行初步脱水 只要一个灰尘掉在上面500万就再见 从原生将到一般用纸只需4个小时 在这座24小时全天候营运的工厂里 纸类 世人眼中西洋的产业在2021年却迎来蓄日东升 理由是全球木材短缺造就文化用值涨幅超过10% 进一步推升华指上半年EPS创下近11年新高 迎来纸类最好的时代 同样的转型迫在眉睫 这个最直接就是在绿色能源的布局上 那以我们这个产业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的纤维是来自于树木 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的过程 即使是把纤维拿出来之后 其他剩余的木质素就是我们的能源 我们一样的材料拿来用可以发电 可以做成我们要的产品 底料的回收可以做成新的环保建材 那以后我们的纸张拿来用的 会比拿来堵的要多 这是一个百年传产面对时代的必然 这几年他们过半营收来自特殊用纸 从面板用纸到医疗用纸都做 也走向AI怀抱 包装用的是机械手臂 采用亚洲所创的AI预警系统 如今他们从造纸走向绿点 背景锁定未来2050年全球的零碳时代 所谓的实化材料就是从地底面 把老祖宗的财物挖出来使用 那我们是把这些二氧化碳捕捉回来 反而是把现在大家注重的气候变迁的问题 做一个解决 所以我们职业本来就是在做固碳跟保护环境的工作 战场造就市场 在走访这两家高雄老牌传产后 我们才发现人生鼎飞的原物料市场 是来自世界减碳战争下的红利 但当中国碳中和是完真的 当苹果要求供应链2030年百分之百 得使用再生能源的当下 这波原物料派对浪潮 如同遇到双面刃 决定台湾下个十年 谁崛起 谁醉落